凌晨三点,这个戴着眼镜,学生相望的年轻女孩走在韩国街头 她脚步轻快,拖着行李箱,像是准备出门旅行 然而,她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去抛尸 大家好,这里是墨药花园,讨论案件和谜题 这个女孩名叫郑友珍,案发时23岁,身高不到1米6 2023年5月27日凌晨,她从釜山市区打车将近20公里 来到梁山市一个偏僻的树林,拖着行李箱走了进去 借着车灯,司机看见行李箱表面似乎渗出血迹 于是悄悄抱了紧,辞者名叫秀妍,26岁 当时正在一所名牌大学读研究生,课于兼职家教来补贴家用 2023年初,郑友珍冒充学生家长,注册了一个家教APP,联系上了秀妍 5月26日,郑友珍去理发店剪短了头发,穿着期间买好的校服 伪装成初中生来到秀妍独居的公寓 后来短短10分钟内,郑友珍连续猛刺秀妍110刀,导致对方当场死亡 做案后,郑友珍拿走了秀妍的手机,身份证和钱包 用秀妍的手机给其他人发消息 他还换上了秀妍的衣服,背着包回到自己的住处 拿了一个空行李箱后,回到秀妍的公寓 路上,他在超市买了大垃圾袋,漂白水和刀具 他一路上不乏轻快,像是学生放学后准备迎接假期 在公寓内,他用新买了刀肢解尸体 还刻意破坏了手指指纹,以免警方通过指纹查到死者的身份 随后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23年11月24日,法院判处郑友珍无期徒刑 警方调查后发现,郑友珍和秀妍竟是初次见面 此前无冤无仇 郑友珍从小家庭贫困 一岁时,他的母亲独自出走,留下他和父亲一同生活 六岁时,他父亲也遗弃了他,他只能来到祖父家生活 但是祖父脾气暴躁,也没有给予他关爱和温暖 郑友珍初中时,父亲回到郑友珍的生活,随后再婚 郑友珍对父亲再婚的事感到抵触,而又失落 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 失落初中后,郑友珍总是独来独往 18岁那年,郑友珍高考落榜 学业失忆的他,搬回了祖父家,准备考公务员 但考了四年也没有考上,也没有能找到其他工作 2022年起,郑友珍开始在浏览器上搜索 如何封尸,如何隐藏尸体等帖子 郑友珍为什么会杀害素未谋灭的秀妍呢 案发前,郑友珍曾反复观看一部悬疑电影《火车》 电影中,未婚妻在新婚前突然失踪 丈夫经过调查,发现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未婚妻 竟然杀害了一个陌生女子 一直冒用那名女子的身份在生活 而她之所以那么做,是为了摆脱自己生活的困境 有人因此认为,郑友珍杀害秀妍 并盗取她的证件、手机、穿上她的衣服 会不会也是想冒用她的身份生活呢 有专家认为,郑友珍在极度压抑、挫败的心理状况下 用网络寻找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名牌大学生作为目标 透露了她对这个身份的向往 幸福的家庭和耀眼的学业背景是她们昧昧以求的 但检察官并不赞同冒名顶替的动机 郑友珍杀害秀妍可能只是想找一个嫉妒的对象 去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 至于作案后的举动,可能是为了伪造被害人还活着 想逃脱惩罚 其实从2023年初到案发 在五个多月里,郑友珍先后仔细挑选 联络了54名女老师 除了秀妍,她还以同样的方式 接近了另外两名年轻女性 好在她的计划并未得逞 你对郑友珍的动机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 关注我们账号,一起发现生活的真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